其实有我微信的朋友都知道 我发过关于每天要喝哪些东西 因为我也是做了功课 所以才开始了这么齐备的配置 好的 其实人体的很多的疾病都是 根据专家的各种视频 各种专家的视频 最后得出了一个统一结论 就是说人体的很多自身性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 甲状腺 包括乳腺 包括痛风啊 风湿性关节炎啊 大部分的疾病都是由于身体的发炎 或者说缺钙引起的 因为缺钙就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其实这病菌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面 对不对 但是就是什么时候 会把它给 让它激发出来 好 那么我日常的配备 日常的配备 就是这么四种药 因为这瓶我想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已经 因为它只有50粒 我是和我妈妈 每天我自己喝一到两粒的话 我就会给她拿一张纸放在旁边 她自己会喝 这个我已经喝完了 这个呢 也快喝完了 大家看一下 我还喝完了 然后这个里面 拼一下 120粒也喝的所剩无几了 我又新买了 在路上 好 那么 我就直接直接把我的我自己每天喝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如果相信的朋友呢 就可以直接去京东去淘宝的天猫店 海外天猫店或者就是说淘宝的有海外之音等等这种店 我是这两个地方买的药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维生素D 第三 对吧 它是上面写的这 骨头和免疫健康 关键 然后 A dietary supplement 日常的一个补充 这是120粒 然后呢 它是 其实 因为我在这个没有到 我发现需要喝的时候 因为这是海外寄过来的嘛 对不对 需要时间 我就买了国内的这种补充剂 它竟然是400CU 我看价格非常便宜 但是我还是算错账了 结果我发现我每天要喝1万CU 1万 这叫IU啊 1万IU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第三 需要喝掉 好 两板吧 两板国内的 结果一天我就要喝 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我没办法 因为我发现我缺钙 然后 需要喝 需要喝 所以我就还是 去喝它 在我这个还没到的时候 我就先去买了国内的去补充 所以 大家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只看价格 就是这个 1万CU 是我们成年人的标配 像我现在 已经从 1万CU 一片喝到 每天喝两片 我要喝2万CU 因为我本身缺钙 然后呢 如果你喝的是1万CU的维生素 第三 需要去搭配 100MCG的维生素K2 这个有助于让 我们的第三 我们吸收的钙 直接流入到我们的骨头 它们两个是一定要搭配使用的 大家无论是看任何的海外博主的视频 医生啊等等 都会这么去讲 所以 大家都这么讲 那就说明 这个道理 它是一个通用的常识 common sense 好 所以大家注意 如果你喝1万CU 像我一样 1万CU是基本单位 你就要喝100MCG的K2 你可以不买这个牌子 可以买别的牌子 但是注意 我们买东西 要看的是 不光是看价格 要看的是这个指标 它的剂量 行不行 一个是1万CU 再搭配100 那如果像我呢 现在已经因为我缺钙 茶的抽血 我缺钙 所以我就喝2万CU 那我的M 就是维生素K2 我就喝200MCG 我就喝两粒 这个喝两粒 这个喝两粒 但是最起码的配置 就是一样喝一粒 你不缺钙的情况下 对不对 好 那么然后呢 我第三个喝的就是 就是当然我就 这个你可以再玩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限制的话 通常啊 我建议这三个 可以在早上以后喝 然后这个呢 因为它是有助于睡眠的 也是看到没有 日常补充的 补充的 这个是美 那美它来自于什么呢 它来自于应该是一些 呃绿 就是我们的一些蔬菜 它来自于蔬菜 如果我们的蔬菜 补充的不足的话 那么就通常来讲 蔬菜补充都不足啊 现在我们不光是人偏胖 狗 养了狗 我看基本上都偏胖 所以吃的多 呃 吃肉 嗯 多于蔬菜 这是目前的一个普遍状况 所以说 呃 蔬菜肯定是 补充不足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蔬菜的胶囊啊 对吧 那么美对我们身体 也是补充微量元素 这个也是一定要喝的 那么这个是400毫克 也就是说 呃 我就没有喝800 我就没有喝两粒 我就喝一粒就好了 所以不管什么牌子 如果你喝的是 古胺 叫古 肝胺酸钠 好 总之就是肝胺酸钠 是吧 Glycinate 像这种类的美 啊 Megalism Megalism 它是因为美 它也有很多种成分的 那我喝的呢 就是这个 古胺酸钠的 Glycinate 啊 古胺酸钠 用中文来讲 就是古胺酸钠的美 它有助于吸收 好 那么成年人就喝400毫克 每天喝一粒就行 它不仅能补充蔬菜的营养 而且有助于睡眠 啊 所以这个也是必须的 好 那我最近呢 又加了一个心 因为 嗯 说是 当然心 它主要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呢 这个是法语的 因为它这是一个 这个是不是啊 保持免疫系统 对吧 有助于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免疫功能 所以嗯 心它其实 嗯 日常的一个强化 也是 它应该是来自于动物的一些 嗯 一些提取元素 我不知道 它这个上面是提取的是什么东西啊 嗯 正常来讲 心它应该是富含矿物质 还有很多氨基素 呃 就是矿物质微量元素为主的 所以我看了很多 好 好多的这个 嗯 新的产品 最后我暂时选择这种 未来我可能会改 这种 不是很好吃 这里面就它最不好吃 因为它们都是胶囊 这个呢 是个粉状的 所以它就没那么好吃 呃 日常承认的补充 尽量按照很多医生的推荐 就是 翻了很多资料啊 8到13毫克 所以每天 喝一粒就够了 那现在有很多的新 我看到海外的很多的新 它的 嗯 这个这个 每一片的容量是 30到50毫克 那所以呢 如果你买的是 30到50毫克 我建议就把它 喝一半 或者喝四分之一 就够了 啊 它的量就 就就就够了 那么那样也很省钱 那我不想掰 我就暂时就喝这种 但是未来 那种 高高高 高尽量的 价格还便宜的 其实长期喝 来讲 它就更经济 你把它掰一掰 对吧 放在像这样的药盒子里面 放在像这样的药盒子里面 每天 对不对 每天要喝的 把它提前放进去 也可以 那这样 你提前掰好 你每天就去 这样去喝就好了 所以 我觉得 因为小孩的 嗯 就是 就是补充 盖这个部分 它怎么一个剂量 我始终还没有找到 官方的数据 所以目前来看 像我孩子 他现在是快11岁 我目前给他喝的 就只是 维生素D和K K2 因为K2 它是有助于 你的盖 别没有到骨头里面去 没用 所以必须是 他们两个 一定是黄金搭配 这个是 这两个是 次要的 这两个次要 但是也是很重要 日常需要补充的 但他们两个 是最基本 最基本的补充 最基本的搭配 所以我现在小孩 喝的是 他喝的是那个 滴剂的 每天喝两滴 那一滴就是600CU 那他喝两滴呢 就是1200CU 1200IU 所以我觉得 因为 听说 维生素D3 喝多了 会中毒 所以呢 也要预防 也要预防 那只要我相信 每天坚持喝 然后 如果是10到11岁的 这样一个 或者说 18岁以下的 青少年 喝 我们的 维生素D3 保持在 保持在 这个 保持在 1000到1200IU 应该来讲 是OK的 然后 K2 我就 我忘了这个 它的那个值 好像是50 还是多少 总值 就是说 还是30 我不记得了 就是你只要去搜 海外的这种 儿童的K2 它就会有一个剂量 那这个剂量 基本就是OK的 因为我也看到 有一些药厂 它会对比 几岁的孩子 他的K2 要喝到多少 所以我觉得 他既然做这些东西 他拿出标准来 那肯定 他就是有参考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要看一下 在 维生素 第三除了 就是每个东西 要看这个剂量 不光看价格 重点是要看剂量 和品牌以外 我们还要看一下 这个成分 比如说这个第三 它这个里面 对吧 你的这个成分 它是含有这个叫 初级的橄榄油 对吧 有一些 因为我自己 其实都傻瓜 买到过Costco的冒牌货 后来可能是京东 发现被别人举报 还是怎么样 让这个公司下架了 所以我想去再去 找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找不到了 所以就只能 只能 只能这样了 喝了一年的假冒 假冒产品 就没有去考虑 京东上会有假货 没有去考虑 所以还是要小心 然后呢 就是这每一个产品 它都是什么呢 就是叫 Gunton Free 还有各种 Low Sugar Low Starch Low Gunton 还有Artificial Colors 就没有色素 没有一些味道 无味的 没糖的 没有肤质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写的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为像这个肤质 它也是 就对我们 也是发炎的 也是会让身体发炎的 这个上面好像没写 但是实际上呢 应该是它的广告上 是写的 Non GMO 对吧 Gunton Free 没有肤质 然后GMP认证的 好 所以这就是我日常 要喝的 如果说 再补充 可能应该会喝一个鱼油吧 鱼油 来补充Omega 3 但是这个如果说 每周你能吃三次 三文鱼的话 那么应该来讲 也能保证 Omega 3的摄入 但是如果做不到 或者说你想加强 也是没问题 所以除了这些 这四个基本搭配以外 我建议日常 我们的配备里面 再加一个鱼油 也是很好的 好的 感谢您收看 我的不专业的 不专业的 非官方的 一个关于成年人日常 营养剂的补充的 基本配备 好的 谢谢您的收看 这么愉快 谢谢您的观看